你好 欢迎收看9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地区最近火灾事件频传 县政府为了提升防灾 宣导14号上午特别举行了 109年的防火适事大会 邀请到13乡镇市长、校长 还有益销等单位出席 希望推动全县家家户户要安装火灾住警器 花莲县消防局公布今年及去年同期火警数据 去年180件 今年增置243件 多出35% 死亡人数争议人 受伤人数多15人 财损金额也多挣1000多万元 起火主因除了森林田野、燃烧、杂草、垃圾 就属电器因素起火最多 再来是炉火烹调不剩 现消防局14日举办适事防灾大会 活动现场阵容浩大 除了有影片宣导 更展示住警器、模型烟测屋及地牌宣导 并有多辆消防车、环保车举巡守车队 披挂防火宣导布条 于出勤时进行语音广播宣导 展现政府对灾害预防的决心 今年所有的火箭 这七十几件 快接近一百件的所有的火箭 里面只有五件 只有五件是有注警器的 其他的起火部都没有注警器 那各位也知道 这三年来花莲县消防局 募集了近三万颗的注警器 这三年来我们把这近三万颗的注警器 其实都已经撞到我们 花莲县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从低收入户 独居老人 升障了此开始 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单亲 还有我们独居老人 甚至中低收的部分都已经装上了 我们希望宣导一个注警器的安装室 家家户户都有注警器 你能为自己家人多一份心 家里家中就多一份的安全 希望透过这样的事实大会 无论是到邻里 到我们社区 到我们的学校 到各个社团 透过各乡镇公所的所有的公权力 以及民间 大家攜手同心 让我们全民意识到 防灾防火的重要性 以及落实的安全性 华林县府自2017年 开始针对落实住户 推动防火宣导 去年更全面为低收 其独居老人住户 完成注警器的安装 截至目前 全线安装率已达57% 虽然今年火警坚数多 但伤亡比例明显降至最低 未来希望完成全线每个家户 都能安装注警器 及早争治火灾发生 为民众争取更多 应变避难逃生时间 并希望透过学校教育宣导 从小强化消防安全的观念 记得蒋邦彦 华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